我们来介绍性脸遗传 这种遗传方式 孟德尔没有发现是必然的 因为 碗豆杂交的实验 碗豆本身自花塑粉 它没有性别之分 所以孟德尔当然不会发现到性脸遗传 我们看定义 基因未在性染色体上 而导致遗传的性状发生的几率 跟性别有关 这是因为许多物种都是形有性生殖 它的两性分别由不同的性染色体组成 像男生XY 女生XX 而Y染色体比较短小 像这里 所以同源染色体配对的时候 男生这个来自母亲 这个Y来自爸爸 配对的时候 XY染色体上有很大一段会落单 这里没有相对应的对有基因 这种遗传模式我们叫性脸遗传 首先发现者是在1910年 由科学家莫根做果蝇的实验发现的 在选修生物我们才会学到 好 再来第二小点 以红绿色蟒为例 讲性脸遗传的时候 一定要讲红绿色蟒 不能只讲色蟒 因为色蟒有很多种 而只有红绿色蟒 才是属于性脸遗传 红绿色蟒的基因是隐性的 而且位在X染色体上 所以Y染色体缺乏跟X染色体相对应的对有基因 顺便看这里 正常男生 Y染色体是X染色体 Y染色体比较短 正常没有色蟒的话 大写的A X染色体有个大写的A 显性基因 这不会色蟒 那如果色蟒男生的话 X染色体上带了一个小A基因 而它的Y染色体 没有相对应的等位基因 所以男生X小A Y只要有一个隐性的色蟒基因 它就会展现出色蟒的症状 好 而正常女生 X染色体上 都是大A 不会色蟒 那如果带远的话 X染色体上 对有基因是大A小A 但大A是显性 所以这个女生 不会展现出色蟒 但她带了一个小血的A基因 女生如果要色蟒的话 对有基因要小A小A 才会展现出色蟒 所以看出来 男生发生几率会比较高 我们来算一下 男生 从爸爸那边拿一个Y 从妈妈那边 拿了一个X染色体 X染色体 X染色体有大A跟小A 各取一个几率是二分之一 如果男生要色蟒的话 拿到一个小A 小A几率拿到的话是二分之一 女生的话 如果要色蟒的话 要从爸爸那边 X染色体拿到小A 妈妈那边也要拿到一个小A的X染色体 这个几率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女生的几率二分之一 乘成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理论算起来 男生发生的几率当然比女生大 但是我们看西点 我们在统计学 男生得到红绿色蟒几率高于女生 真的没有错 男生大概8% 女生大概0.5% 奇怪 怎么男生不是50% 女生不是25% 并不会说两个男生就一个会色蟒 原因是什么 就是天者 人类一直演化下来 在很古老的时候 有色蟒的男生 因为物近天者 环境对有色蟒男生是不利的 比如说柴果石 打猎 比如看到青蛙 有毒的青蛙 体表有红色绿色 就彩色的 毒性很强 有红绿色蟒男生 看不出来 以为是普通青蛙就把它吃掉 它就死掉了 或者到森林里面 要采香菇 结果也是毒菇 表面都红色的 它没有办法分辨 把它吃下去 死掉了 或者要追求异性的时候 明明人家女生 衣服穿得花花绿绿很漂亮 但是她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不会赞美女生 所以没有女生想跟她交往 所以她没有办法反引后代 所以因为天者的关系 有色蟒男生 慢慢被筛选而淘汰掉 所以演化到现在 有色蟒男生的几率 只剩下8% 就不会是50%了 女生也是同理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普系图 正方形就代表男生 圈圈代表女生 有色蟒的话就把它涂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色蟒男生 所以她的基因型是这样子 这正常女生 但她生出来的后代 男生女生有色蟒 所以代表说这个妈妈 她有带有色蟒基因 一个大A 一个小A 所以生出来男生有色蟒 一定是这种基因型 女生的话一定是这样子 这是有色蟒的 然后她生出男生 有一个是正常的 那是这样子 好 再来我们看 她生了两个男生 一个女生 这个有色蟒女生 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 这个男生正常 结婚之后 生了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结果男生色蟒 是因为这样子 妈妈在形成配子的时候 她两个基因都是小A 配爸爸一个Y 那当然一定色蟒 然后生了另外一个女生 没有色蟒 但是妈妈有这个代元基因 所以她基因型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可以发现 妈妈色蟒 儿子一定色蟒 好 再来我们看左边 好 这个男生正常 然后跟一个女生结婚之后 结果生出来的男生 有一个色蟒了 那代表说 这个妈妈有代元基因 大A小A 所以这个男生 得到色蟒 那这个正常 就这样子 那这个女生的基因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妈妈 遗传到这个大A 然后爸爸提供大A 或者妈妈小A 配爸爸提供的X大A 都没有色蟒 但这个 是代元的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 你看 这个两个结婚 这个女儿有色蟒 他爸爸一定色蟒 然后这个女儿长大之后 跟另外一个正常男生结婚 他儿子一定是色蟒 怎么会这样子 来这个通质 色蟒是性脸遗传隐性疾病 女生 他会跨带 去决定男生 这什么意思 六号 这个 他变妈妈了 这边只色蟒 妈妈有色蟒 则他生出的儿子 一定色蟒 就一定有色蟒 怎么解释 很简单 妈妈的基因型里面 X小A X小A 跟另外一个男生 精子受精之后 如果生出男生的话 得到这个Y 可是妈妈两个X基因 都带有小A小A 所以这个男生 一定会色蟒 没有问题 好 至少我们看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是这两个 夫妻所生下来的 所以女儿 如果色蟒 爸爸一定色蟒 女儿有 则爸爸一定有 来再讲一次 这边妈妈是指这个六号 这个女儿也是指这个六号 女生跨带决定男生 妈妈有色蟒 跨带决定他儿子有色蟒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